好 接下來要進入我們的最後一個曲子 這個上班場的最後一個曲子 需要借助各位貴賓的雙手 我們來玩一個小小的遊戲 一起來拍手 但是拍手呢太簡單了 會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們一起來拍第二拍 跟第四拍 來我們試試看喔 一起來喔 1 2 3 4 OK 謝謝 可是這樣的難度啊不太夠 我們要搭配一下鼓手 那今天呢你會發現有一個同學 坐在中間 就是我們的打擊張家恩同學 我請他坐在中間 因為他在排練的時候 本來在下面 然後呢中場過後他拿了200塊給我 所以我可以坐在中間 所以沒問題 所以我們就讓他坐在中間 好我們來一起來拍手 跟著打擊的節奏 1 2 3 4 OK 謝謝 我這個感覺好像太簡單了 我們應該挑戰困難一點 我們把速度加快 可是速度加快的時候 會越來越難 因為你要專心算 1 2 3 4 其實這是在我們 尤其對口試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讓孩子呢 拍2跟4的拍子 我們來試試看喔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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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OK 謝謝 好 可是那總是會有掉拍子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就找到了兩個同學 這兩個同學 就在前面 打著這兩個 這個樂器 叫做靈骨 那他會一直從頭到尾 非常容易的打拍子 如果你掉了 沒關係 看他就好了 OK 再一次囉 試試看囉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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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1 2 3 1 3 2 2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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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